聂宇盛先生曾在三年间 在该医院接受了 四十多次的心理治疗 虽然抚养方的经济条件 肯定会影响 对抚养权的争取 但是你也不用过于担心 一般来说呀 抚养权案子的核心 就是儿童利益最大化 所以孩子的意见 是非常重要的 孩子一直跟着你生活 也跟你最亲 这方面对我们 是非常有利的 更何况 他们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我们找到一份证据 如果您同意使用 那么我们就有九成胜算 这是抵医十一家医院 精神科的就诊记录 聂宇盛先生曾在三年间 在该医院接受了 四十多次的心理治疗 虽然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我们没法拿到 他的心理医生 对他的诊断报告 但是这份记录就足以证明 他患过严重的心理疾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孙平出生不久就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这种病通常越早手术越好 但孩子都六岁了还没有手术 请问 你尽得我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吗 孩子这种病病情非常复杂 很多医院都不敢接 加上孩子的年龄比较小 对于做这种大手术 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这些年一直是靠药物来维持的 但长浦医院完全可以完成这个手术 如果孙平跟着爸爸早就恢复健康了 可见聂医生所提供的服药环境 从各方面都优于你 在金钱方面 我的确是比不上聂家 但是对于孩子的治疗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些年 每年光医药费就要十几万 我都供上了 孩子做手术的钱 我现在已经存了一半 这个世界上 不会再有一个人 比我对他的爱还要多 没有人否定你对孩子的爱和付出 但客观上 您的生活状态 真的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比如跟一个男人一直未婚同居 不会混淆孩子的认知吗 我和孙志军是合租关系 那孩子为什么会跟他姓 他女士 您的话毫无说服力 毕竟关系门来 谁也不清楚你和孙先生到底发生什么 你给我的那份报告我看过了 我看过了 没有你说得那么严重 如果他真的有精神分裂的话 他也没有资格当一名医生 我们不需要证明 我们只是合理怀疑 如果他们想要证明他不是 那么就请公开他的病例 不过我想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 他们不会愿意的 他们不会愿意的 大静啊 我们手里边其实没有什么砝码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们只能任人摆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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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难办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